女生愿意搬出来和她独处吗 我猜你就说不愿意 你说我就希望我未来的丈夫就是这样的 听我的话 我做主 他干活 像我爸爸妈妈姐姐姐夫那样 请问 你姐姐会跟你姐夫吵架的时候 把扑盖着我妈一扔 说滚 她会吗 对啊 因为他们相爱结婚啊 是有分寸的 谁多干家伙活 谁少干 是夫妻双方协商 但是情意 那可没有人轻易敢挑战 你妈妈会对你爸爸这样 当众去跟她吵架 大声地呵斥她 指责她吗 不给你爸爸面子吗 不会 因为他们是相爱的 还有了你这样爱情的结晶啊 所以你不是考验她哦 如果是真的爱情 我们遇到了考验 真的可以看出两个人爱的程度是多少 如果明明没有什么事情 非要设置一个莫名其妙的考验 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爱她 你只是想找一个 听你的 宠着你的 甚至我都觉得你根本不懂爱情 也不曾爱过 而男生啊 我一直在想像刚才老师们说的 是不是搬出来相处你们就好了 你看你那么爱她 口口声声爱她要娶她 千里迢迢跑到张家界 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你也不是爱她哦 我们看到过很多为了爱情 真的是千里而来的人 真的是放下了很多 那是因为爱 这样一个女孩子 你们都不曾分享过任何情感 你千里迢迢奔过来 住到人家家里 天天做牛做马 我想来想去不是爱吧 只是想得到 你现在就这么一个力量在支撑你 否则我想来想去 爱当中不该是如此的不平等 不平衡 你图什么呀 所以完完全全没有爱过的两个人 何至于再次谈婚论嫁呀 你们先想想自己真的怎么去爱人吧 真的什么样是爱情 再谈爱吧 女生你不爱她别欺负她 你也别为了得到她忍辱负重 咱们都去谈一场平等的 真正相爱的爱情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姑娘 你有什么好哭的呢 说句实在话 当一大家子都睡在里面的房间 外面有一个小伙子住在沙发上 一睡就是睡一年 我们是良心不安的 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 自己的孩子也是孩子 我们内心是不忍心的 你心里哪里过得去呢 不让你住出来 我是可以理解的保护你 但是你控制住她也不让她住出来 并且还要让她做那么多事情 不就是要有一个能够长期为家庭奉献 干活的人吗 你给我说句老实话 你的姐姐和姐夫现在对于你们的婚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还没说过 没说过 你们从来没谈过这件事情 有 说什么 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就跟我一样的 这到底是你的态度 还是你姐姐和你姐夫的态度 我的 行啊 那你既然选择不解 既然已经考验了一年多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拜托 把属于她的东西还给别人 不要再控制住别人 要住在你们家 我知道 男生说 为你做一切是我愿意的 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你也是想一个人搬出去的 对不对 是的 行不行 你可以不住出去吗 你让她住出去吗 你把钱还给别人吧 爱情是不可以被考验的 我们只能经历生活的考验 是不能人为的去考验的 你现在的这个考验 那个考不是考舍的考 是考肉的考 你是在摧残它的底线 你这么考验下去 不会有结果 不会考验出一个对你百分之百忠诚的人 只有可能 最后逼成一个对你有仇恨的男人 在没有结婚之前 彼此亲归亲处归属 好吗 对于男生来说 你付出任何的一切 要对方领情才行 如果你付出所有的一切 最后连基本的尊重都赢不回来的话 你最后娶不到这个女生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